今天是2023年3月25号 我们四姐妹到阳西玉林去游玩 今天是在路上陪着一些美景下来 现在我们还在柳州 这旁边是樱花 紫金花 现在这里是马路山 现在是中午时间1点半左右 现在柳州市已经变化为一个非常网红 网红的旅游城市 很多人来柳州品尝螺丝粉 不辣不欢 我们家的网红 我们家的网红三位 三位开车 来老大讲几句话 今天我们的玉林之行 我们的玉林之行非常开心快乐 如果这个柳州这里有什么 好的地方你多介绍一下 前面这个高楼大厦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样美丽的建筑物 看到没有很有气派 这个花也漂亮 黄色 美丽的柳州 我的家乡 这是我塞里回国旅行的记录 这是我塞里回国旅行的记录 喜欢的朋友可以到柳州 可以到柳州 到桂林 欣赏我们 欣赏我们 美丽的紫金花 欣赏我们可口的螺丝粉 可以吃有吃有玩吃喝玩乐 有花看 现在是最佳季节 柳州是现在来柳州旅游的最佳季节 如果大家需要咨询柳州旅游 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这里有旅游达人 旅游专家 塞里呢 是做了十几二十年的旅游行业了 非常的professional 我们家喊一个旅行达人 前面那个旅游 柳州旅游 对对对 前面 老大这条路叫什么路 柳州旅游路 靖南路是吗 靖南路 对对对 前面那个靖南大桥 靖南路知道 这一带附近呢 有市政府贵柳路 我们要上高速吗 要 我们待会要上高速 肯定走高速 太美了 太美了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Orma超市 Orma 万象城 万象城 这里是一个很著名的 这个商业中心 万象城 这一条路也叫万红路了 来到这里 来到柳州 必须打卡之地 对吗 老三 我那时离开柳州 有二三十年了 很久了 在二三十年前 我就是从柳州 在柳州 在柳州长大 柳州深 柳州长大 然后到桂林 在桂林呢 又从事旅游业 又从事了 十几二十年的旅游业 之后呢 又到了这个瑞典 北欧 一直从事旅游业 所以如果您想咨询 关于柳林柳州 My hometown 桂林国际旅游都市 还有这个网红柳州 以及北欧旅游 可以跟我咨询 还有我们家的 网红三妹 是旅游达人 她也去过很多地方 去过台湾 对吗 俄罗斯 台湾 去过俄罗斯 去台湾 可以说是网红达人 如果您想知道 任何旅游的资讯 也都可以欢迎来 跟我们联系 大家看 在前面这个山峰上面呢 有一个很硕大的 一个雕像 这个雕像呢 就是我们唐代诗人柳中原 柳中原曾经呢 被扁官 扁到柳州来做官 在柳州呢 做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 所以柳州人民呢 特别怀念柳中原 在柳州柳侯公园里面 有它的衣冠木 纪念柳中原 大家看哦 这一条大道 真的是漂亮啊 靖兰大道 非常的漂亮 我们从这里呢 就准备要上高速公路 过那个靖兰大桥 过靖兰大桥 我们就上高速公路 靖兰大桥呢 也就是柳州的入口 来到柳州 必经之路 进出柳州的一个 必经之路 看看 我们可以说呢 桂林山水甲天下 广西处处是桂林 柳州风景也不差 柳州也是一个三美水美的地方 它也是刘三姐的故乡 刘三姐的故乡呢 那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 柳州也讲桂林 那是我们家旅游达人 梅老三的金句 还是柳州人爱柳州 那我来说那是比较客观 我也可以说桂林是我的故乡 我在桂林也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 所以我认为呢 桂林也有桂林的美 桂林它是一个国际旅游民族 那梨江呢 当然了 如果是在枯水季节 就不要了 枯水季节就是秋季 大概在九月十月份的时候 就不要去桂林 那个时候呢 梨江的水是枯干 枯竭的 那么如果是最佳的时间 要看梨江青山倒影的话呢 我个人建议是在五月份开始 刚好春雨过后 五月六月七月份 这个时间是最佳旅游时间段 可以说我们广西的气候呢 一年世纪都适合旅行 包括我们柳州也一样 我们大桂林旅游区 就是主要以桂林 柳州 还有柳州县城的那个山江洞族自治区 还有南宁 溶水 少数民族地区 这些都是很棒的一个旅游资源 太美了 太美了 看看这个静兰大桥 这里就是柳江河 看看 谁上我们柳州啊 山清水线 比台湾好的冬 我们的旅游达人三妹 哇好像梨江哦 真的好像梨江 哇 我太厉害了 陶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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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那个 那个 看看 这么漂亮的景色 城市建设 城市规划方面呢 我认为是比桂林要漂亮 但是桂林呢 那个梨江是一决 桂林的梨江呢 在我们国家呢 曾经在 九十八十年代 评写中国最美丽的景点 当时的票数最多是梨江 啊 看看 哇 这什么花 这是什么花 三角梅啊 红色的 太美了 太美了 你看 紫色的是紫金花 紫色的是紫金花 还有旁边 下面是玉金香 下面玉金香 这一条大道是绝了 绝了 世界级的 世界级的 欧洲都没有这么漂亮 我在欧洲生活了十几年 我也看过了很多欧洲的 美丽的景色 但我觉得我们这里是一级棒 一流的 桂林哪一名 我们这里啊 柳州出口了 So beautiful I'm proud 我好自豪啊 好 这里是出口 柳州东 柳州东大门 看这里就是 柳州东大门 我们现在是出口啊 出口 要记卡记录 我们到了那一边才收费 现在是出口 出口要刷卡 一定已经刷到了 我怕我到手不够钱怎么办 下高速可以直接刷微信的 可以刷微信 好 我们已经上高速公路了 高速公路是要交费的 你没见过 中国大陆呢 上高速公路是要交费的 一般呢 在这一头呢 做一个登记 然后到了那个下高速的时候呢 就要缴费了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这一段啊 高速公路上去的话 然后我们是往御林方向行驶 大概呢 这个交通高路费呢 可能要100多块钱 我们是高速公路 我们是高速公路 那什么是 我们下来 接下来 这个数据